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9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今天有我们最期待的十座教学 然后老师继续讲重病处理二 我们现在就欢迎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上个礼拜刚好新书发表会 我相信在听的人 现在手中应该很快都会拿到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将来在临床实作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是可以翻开来看的 在临床上很多的问题 在里面理论方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我们原始点本来就是理论跟实作并重 所以理论部分已经差不多讲完一轮了 所以未来我们在实作的教学方面 也会加强 让大家在帮助人的方面 能够做得尽善尽美 那我们就开始从实作分享 开始讲 2021年12月19日 实作教学 一 头部 手部按推指导 末梢神经会麻 这里麻 多久了 三四个礼拜了 还有什么症状 就是眼睛会有一点白雾状 然后 他就讲到这里 我们要讲什么 这一个我认为不要解释 为什么 第一个你看他身材 他不是重病 一看就知道筋动症 所以我发现我们讲话讲太多了 我一直不希望你们没有效力的讲 然后东扯西扯 浪费他时间 也浪费你们的时间 什么比他还多讲 比如重病 重病他因为身体已经很强 如果你不讲清楚 他回去乱吃或者 一定会有问题 那这个轻重症 他其实很简单 他那个麻 麻就是影状肌 然后那个眼睛 一定是头部 那头部一般是以这两点为主 整骨只是辅助 所以他这个应该看得清楚 未光 那个都是不试症 那我们等一下做看看 是他处引起还是换处 那因为他是轻重症 以按推为主 我们原始点是要找压痛点 而不是 你这里有问题 我整条原始点都按 我是按原始痛点 不是按原始点 第一次要找 刚刚我也是在找 他说会嘛 他说墨烧 我以为是柿子 所以我就从这里 然后他按到这里 他说会变大 整排只有这里有变大 那我这一排 我就把它去除掉 假如是他为止应该不满 你应该是这三指满 对吧 第二个我开始找 我这里按 他反应很强烈 但我在上去的时候 他就比较镇定了 然后夜按 他感觉虽然有痛 那是按下去的痛 跟这种特别的痛 不一样一样 所以我马上知道 那就是只有这里 第二次也是我找 也是这里 他就开始很强烈 这里就没有了 这里也没有 那我很快就找出来 要多久了 不用一分钟 再来剩余的时间 就是加强这一点 跟这一点 因为荣威按完 他感觉马有比较好 但还是马 对吧 我感觉不到对 因为荣威也直接跟我讲 他就整条按啊 但我问他痛点在哪里 他没有特别找出来 那这个就不是原始点了 我们是按推原始痛点 这个我再三强调 所以这个看似细微 但是已经不是原始点 也就是来有一点按摩的味道 就是我整条 比如你腰痛 我就整条脊椎都帮你看 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压痛点 那这个是不可以 一定是少压痛点 那他只有这两点好 那这样解证了 我们最后要注意一件事 为什么他会马 因为他说他做面 所以他都做这个动作 你们记得 只要手麻的 一般都会做这个动作 然后很多重病患者 他手麻越麻 他会越方张 然后就医生会叫他握球 然后又做越麻 再来他现在卫光那个就是眼镜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们现在最欠缺的就是手法 手法你能不能立刻帮他检证 而且能够按到位 这个要不要跟他讲太多话 不用 我是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叫诊断与治疗 然后快速的不要浪费时间 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么严重 动点做完 然后就让他回家 然后我也是会帮你怎么控制 好 找出来之后 左握虚前 你们第一个错就是握实前 然后这里握虚前就是 他按下去会有弹性 你看我的手指有没有 有 一定握虚前 这样就顶下来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放开 幅度要稍微大 你们有时候都这样 或是这样 这样都不行 大一点才算多斤 好痛哦 这里痛不痛 很明确 第一点跟第二点 非常痛 你们别以为我用力哦 我没有哦 你看我很轻哦 我只是来回哦 所以不要把人家按得像这样哦 人家叫很可能你是握实前 顶人家把人家顶到很痛哦 所以那个痛跟我的痛不大一样哦 他真正痛是第二点比第一点痛 我先不按他的整法 我要让你们知道光按这两点是不是有效 你们应该要学会怎么辨证 第一点 第一点 眼睛有亮 有哦 你现在看我有没有清楚 确定哦 你刚刚说会卫光 你再去看那个 还会卫光吗 有比较好了 有比较好 我说只要头部应该就可以解决他的症 因为本来卫光的话我要靠眼镜 第一镜会掉一点点 那现在就不需要了 马上先别急 没有我还想帮他按整理下给你们看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让一步一步做给你们看 按完整个亮度也是跟现在差不多 所以你们每一次你们在做患者 你们心里一定要有什么 我清清楚楚 为什么要这样按 为什么不这么按 这里痛不痛 如果真的你们动作做到损熟的话 把痛点抓出来 其实都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第一个头部这两点 其实已经决胜负了 你这样帮他按 他已经可以感受到有没有效 那这两点 这里我说的是辅助点 他的成分 我说是7比3跟这里比例 或8比2 那他确实有痛点 这里是第一点 这里是两点都把它解决 他的头部就有多了两分到三分的功效 按你这里是不是就比较亮 然后这里就更亮一点点 确定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患者来 因为我们的志工 就是跟他谈了很多 那第一个我们说在诊断与治疗 一定要先变疾病之轻重 那疾病轻重是以什么来变呢 就是看患者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但这个来的人他根本没有啊 他身材很壮体力也很好 所以我一看 这个应该就是轻重症 那轻重症当然以按推为主 守法为辅 所以这里就很强调守法的正确性 第一个他末梢神经会麻 那因为做面了 刚刚也有讲 所以在影状期解决了 然后他眼睛未光看不清楚 这个问题也是症的不适感 那症的不适感多数他处体伤 以头部尤其是耳后这两点为主 那整骨下沿为辅 那一般头部 耳后这两点才是主要的 所以头部原始点 在我看法耳后这半根指头长 那个原始点是最为重要的大开关 那整骨下沿是算是辅助吧 所以经过这样按推下来 把压痛点找出来 再进一步压按推 那他很快就可以改善 那我们轻重症也是一样 虽然节症了 还是要温敷 以按推为主热炎为辅 你看他像他这种症状 去哪里都也解决不了 但以原始点来看 这种症状对我们来讲 那就是算是很轻 不是很重病的 很轻微 而且可以立即帮他解决的 应该算是医学界最快速的 用这种方法 那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二 臀部按推直导 找臀部 第一点 先这个摸 这个一定有咖骨 摸到骨头了 那拇指就下来 这样下来直接顶 这样就一定是第一点 上面那个是咖骨上沿 那就不管你看我们的上沿是这样 解剖鞋是这样 那我们摸到这一点 那所以这个绝对是顶 这个是咖骨的上沿 我们就不管它 所以一般下来 咖骨是上沿下来低一点 那往内顶 那个一定有骨头 骨头旁边这个就是第一点 做久了只要一般 如果熟悉了 你摸到这里 你差不多一个位置差 那大概就是这一点 所以直接就手靠下去 那你看靠下去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我的手一定是平的 这个要养成习惯 绝对不可能拿起这样 那如果是平的话 它这里又要保持90度 那你知道怎么样 往前 身体往前靠过去 那这样往前靠过去就90度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臀部才这样 但是这样还是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有压的感觉 我一般是不喜欢有压 但是你看臀部距离这么远 你再怎么调都会有压的感觉 它是在这一点 你看这里离身体有没有 你沉不下去啊 那个不可能90度啊 那这时候只好怎么样 臀部稍微垫高 这里就有一点压的感觉 这一手为支撑点 好 那这样好 那我们还是以90度 好 那这样 轻轻松松的沿着骨旁 身体就过来了 那过来的时候 到了第四点 这里手就会翘起来 为什么 太近了 然后它这里又滑下来 所以就会有变这样 那这个没关系 好 那大概臀部的外形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它这里滑下来 其实没什么力量 所以最好再转过来 来 靠过去 靠过去 超过这个位置 然后一样 你看 我的手也是怎么样 平的 平的 然后这里90度 然后就可以这样 这个力道是下面比较 可以压的比较深 刚好它是由下往上勾 好 这是坐姿 我知道我们的志工很多 都喜欢蘸姿 嗯 站姿吞横稳对过来 还是照早期这样 有没有 我手一定是这样 靠过去 那我开始调身体 有没有 我身体就往前 一样90度 所以你到最后 一定都是90度 这个都变成一个习惯性 这一点痛吗 有 比刚刚痛 因为站姿比较有力 嗯 是 所以要揉身 对 所以让你们也了解 有时候坐姿力量发挥不出来 那个脚的扣度很大 对 这个整个就沉下来 这个整个沉下来 中心沉下来 好 那按完舒缓 舒缓一般很很少做出来 它一直垂直 这样可以按到很深层 这样可以按到很深层 你来做做看 我看它的做法 有没有像我 当时比较顺 我告诉你 你擦在哪里 你手拿起来 稍微离开 就会顿 只要有 它是黏在一起 你看 你看 我从来没有离开它的肉 有没有 那即便我这样也没有顿 对吧 黏着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稍微即便感觉还有 还有一点点哦 你再下去的时候就是顿 就是它说的顿 然后有一点撞击的力道 那这个就是它说的不顺 然后它是黏着 你看 我整个肉还贴着 我手一直不离开它的肉 这样就不会顿 然后它是垂直下去 对 这个如果做得出来 又可以解针又可以舒缓 你再收一下 记得是垂直下去 然后有一点用身体 身体的 它身体 没有很明显 但是事实上都有应用到 整个身体是粘在一起 有没有比刚刚好 有比刚刚好 你之前说的那个反白度 反白度就是这样 那事实上我是坐下来 因为我还不用到翻白度 翻白度 我这样就可以做错 那你们如果矮的人 就可以再称起来 这样 翻白度 这样就翻白度 那不要全掰 全掰就死疑了 好一样 这个左手舒缓一样 我大部分是把肉抓过来 这样剪贴着抓过来 然后垂直下去 来你们注意 这是分解动作 这样分解动作 分解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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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黏着哦 黏着才顿下去的 完全没有离开 这样 抓过来 这样 打进去 再说一次 这是感觉呢 没有那个跳的 这是有黏着 有黏罐了 那就对了 对我这一手当支撑力 让整个身体下去了 所以我的身体跟这里 其实如果在 在你们再看紧 仔细一点 我把它拉过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脚 然后跟身体 你们在注意我的脚跟身体 跟着动吗 有没有 我又没有在动 有 然后我把它拉过来 身体也稍微过来一点 我直接压下去 哇 这个就有一个力量 所以他才会说 应该我这样揉下去 应该最深层的 对不对 那我是靠什么呢 靠我把它拨过来 拨过来 我身体也回来 然后我再这样 压下去 再往前倾 压下去 所以我说 我的按推也好 舒缓也好 绝对不离开我的身体 一定是一气呵成 连在一起 那这样就可以黏罐 一点下 我也要试试看 好 后面还有两个 我刚刚 结果不离开 舒娜 你第一次这样做 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 你 如果懂得身体再垂直下去 就更好 好 推就做 下就好了 下就好了 对 这样下就好 好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一般臀部原始点 是蛮常见的 那我们志工的手法 有时候第一个容易犯错就是 手第一个下去就翘起来 那翘起来按推 它是身体没有往前靠 所以会用手臂的力量 那这样揉起来患者臀部会很痛 而且又揉不深 常常也不能解症 所以这里 第一个就是指出 身体就是手放下去 那身体再往前 那手下手 等于手肘这个弯度角度一定要保持90度 那这样才能够做出来 那因为臀部要做对面 然后采取坐姿 所以一般矮小的人 一般大部分的人也不算矮小 因为距离实在蛮远 所以你要保持90度 然后手要平的 下手臂要平的 那你身体势必要往前 那臀部一定要抬起来 那甚至还有我们之前教的翻白度 这些修法 都是可以应用的 那大家也看到前面按完 也可以再转个身 从下面再按上来 这样整个臀部就可以 可以全部按出来 那站姿跟坐姿最大的不一样是 站姿如果做得好的话 它可以按得更深沉 为什么 因为臀部的肉实在很多 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 比较壮硕的人 那你是很难按到深层的 那这时候可以的话 也可以采用站姿 另外就是这个臀部的舒缓 因为臀部也是肉蛮多 它有一些技巧 但一般人可能在学原始点 这一部分比较少应用 就是大部分都在臀部的表层 然后好像做舒缓 但实际上 我们今天教的就是 真正臀部的舒缓 其实还是可以解证的 所以一定要垂直 那个手肘垂直的按下去 那按下去就不再处理 没有往外拨的力量 那一般在学习者 以为我下去还往外拨 没有 其实垂直下去 然后因为它是在骨旁 手肘自然就会 随着这种下去的力量 然后有一点往外 那事实上往外那个 绝对不是操作者处理的 而是顺势垂直下去的 连贯动作 这个也让大家理解 而这个舒缓 舒缓蛮重要 臀部的舒缓蛮重要 但一般要做到很连贯 又让患者很舒服 又能解症 一般志工可能要 多一点时间来练习 好 臀部的按推方法 我就补充到这里 3出血询问 最近还是正常询 你认真通常 流血是一个修复过程中的 正常现象 你一定没有看我重病处理那一天 我上课都有讲 比如你要处理 肿瘤硬结肿化 在这个按推的过程中 都有可能流阻止液 或流血 那流完之后 肿瘤才会变小 甚至消失 那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连流血都不胖 那个血没有关系 我已经不用这么久了 不再问你 我上上个礼拜 有讲一个子宫癌的 他流阻止液流多久 你看有人答案出来了 那你现在流8个月了吗 所以有些你们都是流才来呢 现在是阴到出血 你检查后发现肿瘤复发呢 什么叫复发 复发就是癌痞 简单讲 当你癌肿瘤切除之后 再复发 那个就是癌痞 那现在癌痞 现在你来西医一定会 如果处理 简单讲 就是手术之后再化疗 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你今天会来 你这个还不赶快看 我重病都有讲 然后像上次我 还有讲子宫癌对不对 还有讲一个淋巴癌对不对 对啊 流血本来就正常 你啊 想到 你没有碰过 那 那别人都碰过了 我案例都有了 我告诉你 不是要 也有 对 他在修复过程中 你按推的时候 他循环会变老 所以有时候里面的脏东西 比如腹肢力也好 或血液也好 他会流出来 那是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你不用怀疑这个 他要有一段过程 而且你已经是复发 贴服之后再复发 他这里还要修复 靠人体修复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你不要再问那个血了 这个 一般是这样 最长 你看那个子宫癌 他是到八个月才完全停 然后他最后完全恢复 那个也是西医 准备要把他接触 你们这个都是属于癌末 你现在最重要不是在看血 你要把体力念好 好 你就好好这样做 这些就不要再担心 你担心冬 担心心 每天消耗那么多的人 你休息时间就延后 这个患者其实来了好几次 但可能观念也不清楚 那每次来 因为他也是因为出血才去检查 然后说癌肿瘤又复发了 那患者蛮担心 每次来就一直问 血都没有纸怎么办 那这个在修复过程中 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 包括乳癌也是一样 按推过程中有时候会破裂 流血液组织液 或是前不久我讲的子宫颈癌 他也是啊 他每次一按 那个当场组织液就流出来 而且是很腥臭的 那这些都修复要一段时间 但一般患者不清楚 他每天就会一直在想 赶快把血止住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他该留就让他留吧 然后最重要是在流的过程中 一定要补充热源 然后配合运动 把体力锻炼好 这样就可以让修复时间缩短 这才是重点 也就是原始点 谈的是重因 而非重果 所以流血多跟少 跟好转与恶化无关 但一般患者还是 如果没有看我们的书 就会很担心 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4.大肠癌 你是大肠癌是吧 是 已经开刀又做化疗两年了是吗 对 化疗之后什么时候开始吗 去年3月结束化疗 化疗团开始 一直嘛 这样有一年半以上 对啊对啊 一直没有 医生有没有叫你去追踪啊 有啊 我现在每三个月都定期追踪 其实 简单的讲啦 我听你这样讲 已经大概知道 反正你是以西医为主 然后 在这里来试试看 对不对 因为他还在追踪 所以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这样是没有效的 原始点跟西医的概念是不一样 也就是西医是从活节症 他检查出你身体有肿瘤 那就手术化疗 他之所以检查就是为了处理你那个 那你为什么会大肠接检查 因为肚子痛 好 肚子痛是病 那你检查出大肠有肿瘤 那个是老 他老跟病 他都是属果 都是身体生出来的 那西医会报助你 你的肚子痛 就是因为肿瘤引起 老会生出病来吗 或病会生出老来吗 两个都是果 果绝对不会生果 苹果也不会生 香蕉 果与果之间 没有因果的关系 那西医就会告诉你 你那个大肠癌 会生出肚子痛 所以你就割了 事实上 大肠肿瘤 他就是老 不是病 如果是病 那你大肠肿瘤 你还没有肚子痛以前 他就在了 那就是代表 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你如果肚子痛 当时候不去找西医 你来找我 我马上帮你背部 这里按医药 他就不痛了 那我按的不痛 肿瘤还在不上 那就代表两者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这才是道理 他现在变成病 你病都一直在检查老 以你的年龄 一定会复发 只是时间 要不然就不用检查了 他知道一头羊 还可以剥好几次皮 你只是剥了一尘而已 但是你还执迷不住 如果聪明的人 剥一次已经觉醒 我现在的路 还能继续吗 我还能不能正化 但是你是准备一时计分 有一个肿瘤的患者 就跟我讲 他说有一个医生告诉他 绝对不要化 他说为什么 他说大疗是 大号打苍蝇 苍蝇打下去 他已经死了 整个树也倒了 你愿意每天都是病 然后奄奄一息的 然后又不能延长生命 因为这样搞一定死得快 没有人吃毒药会常受的 你这个会死得更快的叫做毒药 他未免你的就是毒药 但医学不管你这个 我不保证你能活着出去 我只负责割你的肿瘤 所以当割的时候 有些人过程中就死了 他会讲一句什么话 我手术是成功的 只是病人走了 我遇到过很多 或化疗 然后肿瘤也消失了 病人已经死了 那个医生拿S光片跟他讲 你看照出来 肿瘤女本来三公分 现在变一公分了 他就很高 他感激肿瘤 有一天他就过来 家属就告医生 医生怎么讲 不是成功的 因为你们来是要治疗肿瘤的 我又没有保证你能活着回去 所以你们都有千切结束 所以家属怎么样 到最后的纠纷都是医生 糊涂的是你们 因为你们没有想清楚 然后你们到底是为了而去的 还是要跟肿瘤做一阶段 甚至我连命我都焉焉复处 跟他一搏 然后把肿瘤割掉 所以蜥蜴都会站在你 抗癌的战士 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个战场 一个一个倒下去 死的不是死在毒药 死在手术 只有把身体搞坏才会死人 你现在手麻在哪里 整个手掌 从这里都在麻 对 从这里 对 两手 好 这里痛不痛 不会 这里呢 对 这里到这里 还麻不麻 你现在试试看 看有没有改善 好像有比较改善一点点 我再按深一点 这里痛不痛 痛 好 你再感觉 这一段而已 这里我还没有处理 这里有没有比较爽 那有 有一点 好 我再帮你处理这里 你现在是这里麻是吗 四根 五根头都麻 连拇指也麻 都麻 这里痛吗 不会 好 这里也来好 这里都没有特别痛的地方 对不对 对 这样很明显 我这样按完应该就知道了 这个叫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它为什么会这样 它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你是不是常常握前处理 做这个动作 有 手麻 会变成患处体伤 一定是 它已经时间那么长 时间那么长 照理不会患处体伤 多数它处体伤 也就是我们只要按 它就能解症 但是 已经一年半 它还这样子 就是它处患处体伤 一定是 它有做错误的 就好像老鼠 那老鼠 会手麻的 大部分都做这个动作 因为西医会叫它们 你要做 或握球啦 或这样一直握啦 越握越马 你是不是每天都做 这个才是重要 那你按死了都不会好 这个我处理太多了 我一路都在研究癌症 那西医如果越麻 你去找它 它也会叫你这样 甚至握球 那这个肯定不会 懂吗 你那个叫做患处体伤 不要再按 你现在 第一个先戒掉 你只要戒掉 很快就会了 然后 然后你可以做这些动作 刚好反方向的做 伸展可以 脚也刺从哪里 整个小腿有下 这里 真的不得了 这样会不会痛 这一点呢 现在脚的感觉 跟刚刚比起来 有松一点 有松了 那你如果楼弯有比较轻松 那就是我说的 塌处体伤 那塌处体伤 就是要运动臀部 走路 换成一步两阶爬 你看为什么要爬 这里一撑起来 这里就松了 只要你能够如实这样 那你脚马很快就会 那加油了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也是大肠癌手术后又 有复发 好像复发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已经那个四肢马 已经有一年多了 那这一年多 他一直认为就是副作用 化疗的副作用 那以原始点 麻多数他处体伤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那个手指头会麻 如果已经那么久了 照理一般是开关没有 大开关没有按推了 才会一直麻 那以原始点应该是最擅长 那按推完一般都会比较改善 那如果万一一点点改善都没有 尤其手指麻我也按过 手背部原始点 如果没有改善 那这个几乎可以百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就可以猜测 他一定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手握前 他常常做 因为患者越麻他越担心 然后越担心就越做 握前的握前出力的动作 他反而越做越麻 所以这一点大家在临床上 如果遇到患者手麻 都一定要跟他讲 不能再做握前处理的 那至于那个按推 那个手背部还有手肘 都要用到十字工具 那十字工具刚刚已经讲要握虚前 而且按推要懂得顶进去 然后手腕那个要灵活 这样才不会顶到让患者感觉很受不了 这几个稍微注意 那臀部原始点刚刚也讲过 这样做下来患者整个就改善了 那最主要还是跟患者沟通观念 因为观念不清楚 他常常会犯错 然后他还在定期追踪 那定期追踪很危险 哪一天又复发了 西医又说要开刀了 或化疗了 都会增加患者身体的负担 所以这些观念还是要跟患者讲清楚 然后我都会叫他们 一定要看礼拜天的直播 也就九点到十一点 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看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五 胰胀癌 要我检察之外有 有了 才发现说 我一直以为是 就是胃病了 当时消化不下去 所谓消化不下去是脏 还是痛 还是闷 闷的 我闷嘛 他开始吃西药之后 好 那我再问你 那七月到现在闷还在吗 我都给你吃一下 没有啦 那体力怎么样 现在来这里也应该进步更快 你观念要看 也就是我每个礼拜天直播 九点到十一点 所有的影片都要看 然后都可以回播 所以癌肿瘤那一篇 你更应该看 然后你有时间 还要看医疗与保健那一篇 因为那里我有讲 饮食应该吃些什么 比较好 这一篇再看完 再给你一个 重病存疑 那三篇最为重要 反正你现在也不去西医了 也不做检察了是吗 要讲干嘛 暂时 暂时 所以我发现你观念是不清楚的 西医不可能找出病 他是从你的腹闷闷的 再找出体内是有病 另外一种病 还是另外一种问题 但那个问题跟你腹脏是没有相关的 如果说有相关你腹部闷闷的 他检察出来是胰脏癌 现在胰脏癌还在 你应该肚子还是闷了 但你现在越来越不闷了 对不对 那就代表你的腹部的闷 跟你的胰脏癌无关 对吧 所以他找出来的 说你腹部闷 所以他帮你找出一个鱼脏 他找出一个不相干的东西 然后他又要治你的鱼脏 你之前就有癌症 因为癌症瘤不可能 你检察的时候 突然间他长出来 他一定行程很久 那你腹脏又是最近才出现的 那他又潜伏那么久 那很早你就应该腹闷了 你也没有 那又更证实 是这么一回事 甚至两年来就是胃皮 胃口不好 我跟你讲 你的问题初战 你的体相没有解开 真正的疾病之因虚式 不可能检察出来 那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观念不清 因为我问你 你还要去检查 你说暂时不检查 表示你还想去知道 如果有癌症 为什么还要检查 就是准备再做化疗跟属性 那你这个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癌指数高 或癌肿流转移 或是种种 唯一就是让你信服 我照出来 或检查的数据 来说服你做化疗 要不做手术 只有这两个 另外当然还有电疗 所有的检查就是为了做这一步 如果你不做这一步 所有的检查 都不做这一步 癌肿流 它是属于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 不外就是老 不是病 它跟症状 我刚刚讲的 你腹脏是病 没有错 但癌肿流不会让你腹脏 它没有症状 那就是老 你身体 你可以看出你的老跟病吗 你脸皮皺是老还是病 你肚子胀是老还是病 那我告诉你 你从生下来 身体所有的变化 只有两种 变老跟变病 然后慢慢再死亡 吸用仪器 看到你体内的所有东西 是不是跟体调一样 不是老就是病 如果会让你不舒服的 或是里面有破皮流血 你看得到的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病 但头发白不会让我痒 也不会让我痛 也不会让我闷 也不会脏 所以头发白你就说它是老 癌肿瘤 它是一个异常形态 或是癌止素 它是一个异常止素 那异常止素是抽象的 会不会让你不舒服 不会 它抽象的 癌肿瘤会不会让你不舒服 如果不一定 你说有时候会让你不舒服 好 那你这样的时候 来我帮你节症 癌肿瘤还在不上 那就代表它跟你无关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怎么按 它都不会解症 那就代表真的癌肿瘤是疾病之因 那它竟然在你那个痛 就应该24小时都在痛 因为它一直存在 让你一直不舒服 但如果不是 有时候痛 有时候没有 那就代表不是它 然后我又有人解症 那就更正式 它不会让你不舒服 但你们被西医吓死 要不然胰胀癌 其实它不会死 但胰胀癌就是癌中症 等于去给西医治疗恢复的机率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为什么它没办法治疗 因为它在生成 它生成 它就是老 你干嘛去管它 它不会死 但是你病了 热能不足了 才会病死 那为什么胰胀癌会死那么多人 就是 贴啊 割啊 然后化疗啊 最后人奄奄一息就死了 是这样才死的 不是癌肿瘤让你死的 那你知道检查就是为了割跟给你毒药 那为什么你回答我 是暂时不清 那以后还要清 身体体内的检查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病了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我哪里不信 身体比仪器还要敏感 它一定会告诉你 那老它没有感觉 所以西医仪器检查出来大多是老 因为你体表你自己分得清楚 你说这个是病这个是老 你还会分析 体内 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 现在西医说是病 你就说病 说会死人 你就说会死 他也不会跟你说老 什么他都要死 等于变成他是发以前 本来我们是有智慧 我们是相信我们的身体的信号 结果你现在已经迷惑了 你相信仪器冷冰冰的 再也不相信身体 你根本没有什么病 在我看法 是死不了 最后会死一定是没有体力才死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观念不清 然后你如果有症状来 我马上听个解给你看 然后他如果运动的那些新陈代谢 其实癌肿瘤有时候也会消失 他如果腹部这里痛 对过来一定在背部 你看这里就在棘手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痛点 这就是疾病之因 那你说他会瘦 会消化功能不良 那就是由这里引起 一开始就是这里 那就是这一点痛 是吧 这个就是他高方痛的原因 反正现在比较快 是离佛了一点 应该也会输一心 那就证实我说的 所以这里的男生跟你都没关系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一般现在癌症的太多了 但一旦被检查出来都很害怕 像胰脏癌制衣力又非常低 西医他们也都会用尽各种办法 那问题这个患者 他本身已经放弃化疗 因为他觉得化疗 他身体受不了 但是很奇怪 他既放弃化疗 又要再去仪器检查 西医叫他要定期追踪 他也想去 那就不对了 因为检查出来 不就是要化疗跟手术吗 你既然不要了 干嘛还要去检查 那个是没有意义 何况检查出来也不是疾病之因 都是果 不管是属老还是属病 还是属果嘛 所以患者 常常在我看法不是死于癌肿瘤 大部分是下死 要不然就是做了很多破坏身体 让身体慢慢体力消耗 然后热能也不足 最后才导致死亡 所以这个蛮可惜 所以癌肿瘤 一般都是观念问题比较大 像这位患者 他顶多就是偶尔肚子痛嘛 然后以这个年龄来看 他体力还算不错 所以观念才是最重要 如果你不让患者观念清楚 一开始肚子就把他结症 他下一次还是会去西医那里 再做检查 那万一又检查出来 甚至患者还会 误会 表示那你治疗的 让我癌肿瘤越来越大 甚至对你有一些不谅解 都有可能 所以我都会跟志工讲 最好像得到癌肿瘤 你一定要跟他沟通 然后要讲清楚 实在他也不相信 也不看我们影片 那如果是这样 那也只能祝福他 我们也不能勉强 那也尊重他的决定 如果患者愿意配合 那我们积极再帮他 我相信这样才可以做到很好 那这一个胰胀癌 我就补充到这里 6 肝囊肿 肝囊肿 40 岁患者 2020年11月 感觉非常不舒服 恶心 上药店买了点中药 吃完缓解 12 月 再次发作 持续一周 吃中药也不见效 坐车途中 运车 呕吐 后来每天都是这样恶心 罚礼 12 月14 日 在社区 做B超 检查肝胆 确诊 确诊 患者因恐惧 病情更加严重 吃不下饭 再一次更加严重的发作之后 去市医院做胃镜 告知胃里面有肿包 必建议到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做了全腹增强吸体 有肝囊肿 胃有局限性增厚 卵巢囊肿 尝到弥漫性水肿 胃尖滞流 盆腔积液 之后 情绪也越发糟糕 浑身疼痛 右侧肋骨疼痛难忍 越来越没有体力 推拿 吃中药一段时间 脸效果也没有 心情低落 身体很快 垮了下来 体重快速下降 2021年2月20日 来到原始点服务站 刚来时的情况 抱瘦 腰直不起来 上腹部有凹陷 能放一拳头 脸色青黄 无光泽 眼睛眉神 嘴唇发青 浑身疼痛 右侧肋骨痛 几乎24小时有硬包 腰痛 腹痛 腹痛 整个后背痛 腹部多处硬快 肝内疼痛 有硬快 疲惫乏力 情绪低落 特别怕冷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胸内有黏脸感 不舒服的地方 都能摸到包 初次处理 患者只要是重病的我们 都会先为他 温服 但这位是个例外 他穿着温服服 温服服里面还有暖宝 腹部前后都是暖贴 右肋上还带着一个充电宝 充电宝下面的皮肤已经变黑 变硬了 他说肝疼 就大量用膏药暖贴 将你包裹热服 不但没有解决疼的问题 还把皮肤搞坏了 让他趴下 帮他按推了全部原始点 全部痛 下背部最强烈 一碰即惊 变黑变硬的地方 周围也有很多痛点 不再用暖宝暖贴包裹 然后用红豆袋温服 穿上温服服 服务称从一个练起 爬两层楼 晚上睡电热毯 第二天早上 开始练跑步 也是穿温服服的 一般锻炼都冒汗 他锻炼冒风 白天爬楼 服务称 拉筋等各种运动 按推原始点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姜粉 冲水喝两次 小米粥 放红芯粉 开始爬楼时 只能一会儿 就没力气了 服务称 一个都做不了 每天都很难受 腰背疼 肋骨一动就差气 但我建议他跑步时 他感觉听着都可怕 晨跑 是服务站每天的必修课 全体四点起床后 粗糙跑步 起点一样 终点不一样 新来患者 巡视渐进 能跑十公里的 基本上就可以出站了 开始做各项运动时 都觉得太难 太苦 说是跑步 其实是 离倒歪斜地走 都知道一个道理 运动 可能累一时 不动 病魔可能会跟随一世 刚开始 是需要点毅力的 不是运动有多苦 是因为有症状 所以每天帮他按推 全部原始点 一到两次补充内热源 姜肾汤三两左右 一中症状就改善很多 不再恶心 能吃饭 背不疼了 睡眠完全改善 浑身难受的感觉 没有了 肋骨整个肝躯 疼痛减轻 弄坏的皮肤按推过 按推过几次 也没怎么管 就不疼不硬了 逐渐恢复体力 两周跑步加速时 还会有差弃 有时还乏力 没有精神 还是很怕冷 温敷服穿到六月份 三周就能跑十公里了 偶尔还会肝内疼痛 体力一天天增长 她的情绪调整了很多 精神上的压力 比身体的痛苦更难挑 这样的病患 我们不让她独处 尽量跟大家在一起活动 经常爬山 每天扶我撑三十个 拉筋操有空就做 与家人一起爬山视频 随着病情减推 心情才慢慢好起来 人也胖了 原来生活是这样的美好 运动是这么享受 5月9日 报名参加春季长跑节 跑到终点 脸色红润 光泽 精神焕发 这之前跑步时 脸都是暗的 从那天开始 有自信了 参加长跑节 跑赛 生活充满阳光 之后整个人都变了 每天乐观向上 笑得开心 人也年轻漂亮了 在服务站为大家做饭 夫妻俩每天欢欢喜喜 为大众服务四个多月 整个人从内到外 透着一股清奋气息 8月11日 全家离开服务站 回家上班 一家三口 在学习原始点 孩子睡着了 准备做义工 8月11日回家时 一家三口 照片 一人学习原始点 全家都受益 过去家里面特别能囤药 孩子因为小时候得过肺炎 更是三天两头上学请假 学了原始点 孩子的问题都能在家就解决了 感冒发烧一粒药也没有吃 两天就好了 目前家人都用原始点的方式生活 随着我身体的康复 家里面也恢复了欢笑 回家之后 逐渐用运动量代替了内热源 每天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保持着正确的生活方式 每天跑步一个半小时8公里 拉筋操有时间就做 杨木齐做一口气60个 服务称30多个 运动时很轻松很享受 现在身体更有耐力了 更健康了 运动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运动是最好的内热源 感恩遇见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原始点帮助我们快速离苦 我们知道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是不愿意他的家庭悲苦再重演 只要我们学会用 相信此法能让我们幸福一生 感恩原始点服务站全体一工学长 感恩所有付出的人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非常精彩 感恩运动是非常精彩 几乎原始点的方法 完全可以落实到生活 而且他最后好了 他也不再强调外内热源 而是更看重运动 所以原始点他最主要一再强调 就是身体的治愈力 而这个身体的治愈力 是来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改变 而不是生病了就去做检查 然后检查出来又让你担心害怕 然后这些西医的处理 一般都是属于破坏性 比如手术 对我们的体力是会有损伤的 然后这些含良药 也会消耗我们的热能 所以原始点强调他是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自然生活化医学 那我们的志工一开始 就是帮他应该是观念的沟通 那患者原因配合 然后整个生活帮他安排 从早上就要懂得起来运动种种 然后患者也都愿意配合 然后上下午 他们还给他补充内外热炎 还有按推各一次 一天也按推两次 那这些症状当然很快就可以 尤其原始点他的解症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侵入性 就是把大开关的压痛点找出来 那按推的好 他很快解症之后 信心就会慢慢增加 这个患者最特殊的就是 我感觉 就是应该他的整个生活规律 然后在这个推广站里面 都能够照做 那也因为推广站 他能够这样随时注意患者 这样好的比较快 像基金会原始点就没办法 做到这么好 第一个患者来 那他什么时候来 我们也不知道 回家 他是不是有照我们的规定做 这个也很难追踪 那如果像这样 他每一天的饮食 比如说小米粥 喝姜粉 吃姜粉冲水 或是有红生粉 那这些都可以帮他规划 那患者每一步他只要这样照做 热源补充进去 他体力还有配合运动 体力很快就会恢复 然后解症又快 患者自然就会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推广点 做得非常好 那患者恢复也算蛮快 然后也可以看到 我看到这样的患者 每次我都蛮感动 因为从患者 他已经这么害怕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那人生在绝望中 能够遇到这样的法 然后让他懂得怎么做 然后志工又很有耐心的来帮他 那再短短几个月 就可以重新找回他的生活步骤 恢复过去 那之后也不再为病苦所困扰 那以后要怎么照顾身体 他们都清楚了 一个人学会了全家人都受益了 这才是真正原始点 所以原始点我会再强调 它是生活化的 它是返谱归真 回归自然的 他不强调这些很复杂的仪器设备啊 就是你所有的处理都是在日常生活周遭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也要告诉患者 原始点是自救之法 也就是你一定要自己配合运动 情绪要去调整 观念一定要弄清楚 然后就不再担心害怕 那这样才能全力配合 所以有志工在带 我相信这些患者比较容易恢复的 那如果患者他在家里又没有人代理 所以有时候恢复就会很慢 甚至有时候他心情起伏也蛮大 那有时候又想去西医检查 又要用原始点 这样的患者是很难好 那我们看在这个推广站 那患者都能够按照志工的安排来做 恢复又快 然后又可以真正学到原始点的精髓 所以这个对他们家人非常重要 那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推广站多一点 来照顾患者 那绝对是患者之福 我们给这个推广站按个赞 真的做得非常好 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 因为我看了都有一点感动 真的做得非常好 那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也非常感谢这个推广站 老师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和案例分享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再补充一下 最近我常常跑基金会 看到很多真的就是癌症病人 我印象中就是最深刻就是有一天 就是台中有就是家人都来四个人 那最主要就是他的母亲得到肺癌 刚检查出来 然后他们就到处问中医问西医 那不管中医讲法也是跟西医一致 都说他要赶快做手术 然后他丈夫刚好也学过原始点 自然就不是很支持 那两个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一家就陷入仇云产物中 我看他们来的时候 孩子有眼睛都还有一点泛红 就是都蛮难过的 那这个得肺癌的母亲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来的时候 他是一心想做就是做手术 那他先生说好吧也劝不动 所以就约他太太把整家人来 那我那时候我认为这个他体力非常好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病 那就是有时候肩膀痛哪里痛 所以我第一个感觉 他是真的被吓死 然后患者好像也是很害怕 所以我那一天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跟他们几乎就是用沟通 从生老病史跟他探讨 我说生下来人一定会得到病或会变老 然后慢慢才走向死亡 这是必难的过程 但是人一定要有智慧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检查 你体表的也不过 以所有的变化也不外就是老跟病 这两种而已 所以我就问患者 那你体表会这样 反观体内呢 体内除了老跟病 还可能有第三种 也不可能了 所以西医检查的 跟我们原始点从体表观察的 其实都是一样 顶多就是能看出你老或病而已 那老跟病 它的因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只要把体伤知道哪里有体伤 懂得按推 就能够解决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你还有一些患处体伤 或热能不足的地方 需要热源来补充 来加强修复 那也是可以的 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化解 所以不断跟患者沟通 也让他了解检查出来没有那么严重 他只是一个老 那最后我发现他们 两个小时之后又要回台中 回去孩子就开始有效果 他觉得我跟他们讲 你妈妈不是重病 他顶多就是轻重症 因为体力还蛮好的 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处理 我认为是心病不是身体的病 那因为被西医吓 吓说这个肺癌蛮严重 怎么样种种要立刻手术 然后加上去看中医 但因为现在的中医很多都 他们要拿到牌照 也都要读西医的书 所以讲法常常跟西医一样 所以你去问西医也好 问中医也好 当然答案就会一样 那原始点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做出来 我说不需要这么复杂 你就可以得到健康 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是健康的 就是有一些小病痛而已 其他都没有 体力也不错啊 所以我经过我这样帮他分析 他终于慢慢放下那个瓜 但是还可以看出来 他还是有一点担心 不是前男一下子就听懂 但是导致他的孩子好像听懂 就很高兴 然后他先生听完了 也觉得他太太应该会有所改变吧 所以有时候原始点 我觉得当然按推很重要 乐园也很重要 但遇到像这样这种患者 我也觉得沟通蛮重要 如果他能听进去 那对他是帮助最大 那听不进去 你要叫他做原始点 他肯定是排斥的 你再怎么努力 效果也有限 所以有时候我也感叹 原始点真正能接受的 还是要有一点智慧 我常常讲 我们人体本来都很敏感的 你哪里有病痛 身体是很快就可以告诉你的 但仪器不一定能告诉你 仪器检查出来 有时候脑跟病 他们也分不清楚 然后把脑当成病 但是我们反而不相信我们的身体 反而相信了冷冰冰的仪器 就如同我之前讲的故事 那个相信自己的 相信自己那个尺寸 两脚的尺寸 然后不相信自己的脚 然后最后去买鞋子 人家关店了 他还回来找那个尺寸 他回去人关店了 他也买不到鞋子 人家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脚去试穿鞋子 他说我相信那个尺度啊 不相信自己的脚 我们常常会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犯了同样的问题 所以遇到癌肿瘤 我认为有时候 能够沟通我会尽量沟通 他实在讲不来 那要帮忙也有一点困难 但我看这些患者 这一个患者感染症 他应该是听懂也愿意配合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蛮圆满的 好 这是我一点点的心得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十一 重病处理 二 内热源 内热源的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不仅可单独服用 还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及灌肠 一 姜汤 姜粉 姜粉泥 为确保姜的质量 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小土姜 农姜汤是针对重病患者 以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鲜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 上线1500克 干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 上线150克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小口温热吞浮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若患者水肿尿贫痰多 可改服姜碗姜粉或姜粉泥 重病患者用将量要有少渐增 渐效极致 随低于常规用量一可 其后增减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而且只有在经过按推温敷 温热性饮食适当运动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量超限 只是不可长期为之 以及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服用浓浆汤出现症状 基于症状 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因此只要外置手法及外能热源到位 即可化解 可见姜仍可继续服用 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 仍觉得姜太辛辣 而不愿服食 可改以姜加西洋参 生晒参 红参 甘草 龙眼干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参汤或姜碗 以减弱内热源质药性 并改善口感 值得一提的是 浓参汤 性温 性温 亦得吸收 且患者都能接受 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 红参常规用量 50克至75克 上限150克 总之 内热源用量 值多寡 及其药性质强弱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 为最高原则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姜汤与浓参汤 主要是给予重病患者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 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汤 这里是谈内热源 我们上个礼拜刚好介绍到外热源 而这一次大家拿到的新书 外热源应该 监体版是因为后来才印 所以有改到 那繁体版的外热源 现在如果大家拿到 一定要参考电子书 外热源上个礼拜也都有讲 已经尽量 就是已经没有写保鲜膜了 就是直接怎么把姜粉泥 然后稍微用力涂均匀来回三次 这些也请读者能够上网去看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内热源的部分 那同样外热源是以姜汤姜粉姜粉泥 那内热源也是这样用的 内热源这三种为主要 这里不仅可单独服用 还可以温热性饮食及灌肠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热源 就是姜怎么食用 还有饮食上什么食用 再来就是灌肠的用法 这三种 那我们来看姜单独食用 我们看下一页 第一个谈到姜 那还是要确定姜的品质 那原始点是认为最好是有机的 有机的姜是最好的 那有机的姜你怎么来认证 最好就是它已经被认证过 像基金会现在用的是秘乳的有机姜 因为它在欧美国家都已经认证过 所以用起来也蛮安心的 然后效果又特别好 比台湾当地的姜都还要好 我也世界各地到处跑 好像用来用去 我最后也是觉得 这个秘乳的有机姜最好 那这个姜 一定要显好的品质 为什么 你光外热源在使用的时候 那个辣度就不一样 当然味道吃起来也是会有差距 那尤其这里谈的是重病 所以姜的品质就要求的特别高 那一般姜的用量 我们一斤在大陆是500克 在台湾是600克 但我认为还是500克比较好记 所以我们就是采取大陆这种算法 那500克简单的讲 那个鲜姜片500克就等于一斤 那鲜姜片一般是换成干姜片 制成干姜片就变成50克 所以下面干姜片常规用量是50克到75克 那鲜姜片就是500克到750克 上线鲜姜片是150克 那十分之一就是干姜片就是150克 这是一般的常规用量 但一定要这样用吗 后面会讲到还是看体质来定 那我们来看下面 先把干姜片跟生姜片做一个比较 干姜片因为它是经过晒干甚至炒过 所以它的药性比喻 鲜姜片还要温热 但不是越温热就越有效 还是要看患者 它本身对哪一种热源 它比较能吸收为主 那原始点它认为江当它的服法是小口温热吞服 它可以少量多次 让热源源源补充不断 不过江当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比如说水肿的 晚上贫尿的或是痰多的人 那你喝越多痰越多尿越多 水肿也不容易消 所以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改服姜丸姜粉 甚至姜粉泥之类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要谈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是常规用量一定是要用到一斤到一斤半 不是这样 有时候你可以先少量试试看 那如果你开始少量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肝囊肿 我看它有时候用 刚开始用也是三四两 那有效了 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一定说非得要加到一斤不可 那少量如果这样可以 除非三四两它感觉效果还不好 那它也努力经过按推温敷 温热性饮食 还有我们说的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它都前面配合了 那病情没有改善 下一页 但它还能吸收的情况下 我们看下一页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再加量 有些人一斤还不够 但这样的患者一般毕竟是属于少数 那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考虑加量 只是你不能把它当做长期要这样除 也就是它病情如果有改善 我们还是要慢慢把它调为我们常规用量 也就尽量不超过一斤到一斤半 那有些人不用浓浆汤会出现症状 就会怪是不是姜汤太糟了 这个是临床上常常遇见的 比如有些人吃了嘴巴就破 甚至也有人吃姜汤就流鼻血 那遇到这些患者甚至还有人说吃姜完 喝姜汤还会长青春痘 类似这些其实姜没有这些功效的 怎么会服用会嘴巴破呢 那嘴巴如果破或流鼻血 我认为是热言进不去还是体伤所致啊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 要告诉患者不是将引起 那我们的操作方法就是 把原始痛点找出来然后按推 手法只要到位 然后你这时候再给他姜汤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他的症状也可以好得更快 好我们看下一页 话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是有些人就是对姜特别排斥 他觉得很辣他不想吃 那如果遇到这样再好的姜 对患者来讲他都不吃那也不能发挥效果 所以这时候可以跟患者沟通 是不是加在江里面加西洋参 深塞参就是指人参 人参晒干我们称为深塞参 那红参也是人参晒干然后还有蒸 蒸熟过 那制成的 所以深塞参跟红参都是属人参的一种 或是加甘草 甘草中药那个只要加一点点 整个味道就变了 那熔眼干跟红糖是比较偏甜的 那其中你看看患者喜欢哪一种都可以加 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始点 最常见就是姜加西洋参或深塞参之类 那如果患者要更快速的 甚至有些人就是也不用那么复杂 有时候他比较喜欢喝龙参汤 那这样也可以考虑 或直接就吃姜碗 就可以改善口感 也不会太辣 那一般患者大部分都能接受 好我们看下面 但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重病患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姜 有时候姜喝起来它效果没有特别好 然后反而龙参汤它感觉特别容易吸收 而且效果又感觉更好 那我们还是要尊重患者 那他红参的常规用量跟姜用量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红参很贵 而且红参又有分不同的种类 比如大陆的红参 跟韩国的高利参 那价格就差很多 但在我的看法 事实上两者效果怎么样 不应该是以价格来衡量 如果以有效度我认为 只要有机就是最好的 有机就是最好 而不一定是最贵最好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长白山 去三次然后最后有购买了好多的红参 效果特别好 我蛮喜欢那一批的红参 那我买当时是怎么样买呢 就是它红参一般有四年的 就可以采收做药材 那一般大部分是六年了 六年参 它长得比较好看 也比较大一点 那我大部分都比较喜欢瘦小 尤其有机浆瘦小的 我感觉特别有利 那这样来衡量韩国高丽生 他就有分天地量 在我看法也是算是商业化吧 他其实他的分法不是说 天就赢过量 而是天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特别壮硕 那量的就长得有一点 好像营养不良这样 就比较瘦小 我常常是这样比较 如果天就像杨贵妃 那天地量 量就好像赵飞燕比较瘦小 那价格就比较便宜 但事实上在应用上 反而量量的也就是赵飞燕的效果 甚至会超过天的效果 然后大陆的红参有机参 我觉得效果绝对不亚于高丽生 那高丽生价格又高过大陆参很多 所以我会鼓励患者还是用大陆红参 那要注意的是大陆红参有些会用加糖熬煮 然后吃起来甜甜的那就不纯了 那这样对重病患者反而不好 所以一定要去盐产地买最好的买 还是最后一句话 最好有机认证 大陆红参我之前也有去找过 当然也有些是国家认证 有些甚至外销到国外欧美认证 那如果大家就是在找红参 最好要国家认证 甚至欧美认证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安心 这是我对各位的建议 好那参大概题外话就讲到这里 那红参一般在原始点他也是 当然第一个最常用是姜 那第二个就是参了 所以大家也提供大家在选参的时候 作为一个参考 好我们看下叶 那这里也特别强调就是 熔姜汤也好或熔生汤也好 这是在患者 当患者已经重病了 他热能要修复体伤消耗的特别多 这时这时候最需要热源的补充 那热源当然来自于饮食 那更重要的 熔姜汤或熔生汤是最重要的一个热源 那饮食怎么调理也是蛮重要 那是不是病好了之后 那个熔生汤熔姜汤还要一直喝呢 我的建议说如果可以靠运动加强运动 然后平常保健就不需要喝到那么熔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建议说配合运动 那改喝淡姜汤淡生汤或淡姜生汤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 好那这一段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二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要落实温热性饮食 其食材及调味料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 而是要少用含量性调味料 多用温热性调味料 让任何食材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以及煮菜要在少油少盐少糖少醋的情况下 加入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辣椒胡椒花椒咖喱等 并且需煮熟必要时甚至需煮烂 趁热服用 服用时要细嚼慢咽 不宜太饱 不许配汤 这里在饮食上如何加一些调味料 很多患者会反映说就是卤的人都告诉他 哎呀这个菜太凉了 比如说萝卜啊青菜啊都偏凉 那他就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用的 事实上我们对食材是没有特别限定 任何食材都可以用 白萝卜当然也可以用 只是你要懂得怎么加调味料 那调味料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要加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要加辣椒花椒胡椒加咖喱 姜还有我们最常用的姜之类 然后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能加盐或糖或醋 不是这样说的 只是说要少油少盐少糖少醋 然后你再加这些调味料 然后煮熟一点 那他的青菜的那些药性 他就自然会变得更温热 那就适合患者吃 这样也煮出来才会好吃 所以我才一般都会跟患者家属聊 我说在给患者的饮食上 第一个一定要美味可口 这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说这个很温补 但是煮出来却很难吃 那患者本身到重病的时候 他食意本来就不好了 那你又煮的那么难吃 叫他如何下肚 所以这样对患者的病情是没有帮助 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心结条件 就是要把菜煮的很好吃 然后又懂得怎么加调味料 对他身体又有温补 这样才是原始点认为最好的 那有些患者消化功能也不好 有时候甚至要细脚慢炎 甚至要阻烂 这样他才能吞服下去 那我们也建议患者本身 不要吃的太饱 一般七八分饱就好 吃太饱也会消耗热能 那要不要配汤 一般重病患者是不需要配汤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三 姜灌肠 腹部重病患者通过外内热源 即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住痛点 若无效且病情严重紧急 则以当机立断 改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就其原理 姜性温热 用于灌肠可直达患出体伤 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 期间还要配合按推 外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处理 不仅可自我疗愈腹部脏痛 绿藕 使不下 胃溃疡 胃出血 腹内出血 痛经 子宫下垂 贫尿等症状 还可达到通便直线 恢复体力的目的 由此可见 能够快速疗愈腹部症状 使重病患者转微微安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姜灌肠 虽然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都有解除腹部症状之效 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 通素变的效果较佳 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 解除症状的效果较佳 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的碗 的效果则介于二者之间 此外 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姜灌肠每天可多次 以加强温暖腹部器官 使疾病得以快速疗愈 不过再好的方法 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事实上蛮重要 姜灌肠也是原始点的一个特色 它最主要是针对腹部 那腹部是从横隔膜以下的 就是整个腹部不舒服 第一个就要想到姜灌肠是最有效 那当然如果他腹部痛 痛多数他数体伤 按推就可以解决 但到重病患者的时候 因为这里在谈重病患者 第一个要考虑他的热源的问题 那热源的补充 比如我们一般会应用的就是 可能先温敷啦 配合按推啦 这些 而且都没有效 而且如果情况又很危急 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 一定是热源没有直达患处体伤 所以应该要当机立断 用姜灌肠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姜灌肠 因为重病患者 他最主要是严重热能不足嘛 那姜性温热 灌肠又可以直达患处体伤 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达 我们要的患处 也就是腹部器官里面 那这样进去直接就温敷 那这时候再来配合按推啦 外热源还有运动啦 这种种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加强改善 局部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也就是 我们如果把灌肠拿掉 只是用原来的 我们比较以前的方式 就是外内热源 内热源就是喝 那他肚子已经很痛 根本喝不进去啊 你会很沮丧的 就是这时候按推 按推又不能节症 他又是所患处体伤 那这时候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姜灌肠 才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 如果遇到腹部 你用外内热源按推都没有效 一定要千万想到姜灌肠 那姜灌肠 它是腹部处理的最好方法 只是在应用上我们看下面 这里他能处理的蛮多啦 我就不再讲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下一页 那最主要姜灌肠 它姜汤跟姜粉姜粉泥 它们是不大一样 好 比如说姜汤主要是 以轻的肠道 烹素变的效果较佳 那姜粉主要是 以温暖腹部器官 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 至于姜粉泥 或姜粉泥制成丸的效果 则介于二者之间 这一段非常重要 也就是当你要姜灌肠的时候 到底要选择哪一种 那你就要问患者 他大便顺不顺畅 如果他有便秘的现象 那当然就是姜汤为主 那如果他大便很顺畅 只是腹部很不舒服 那如果要解症 那当然就是姜粉为主 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 这介于二者之间 是这样来的 那他们的应用上 一天可以多次 一天可以多次 所以姜灌肠在我看法 很多就是有时候 你没有姜灌肠很难解决的 比如我举临床上最常见 比如说腹瀉 呕吐 又吐又瀉 你东西根本吃不进去 所以你的热源不可能再想从嘴巴进去 像吃姜喝龙姜汤也好 或想喝中药或想吃西药 他根本就进不去 吃了都想吐出来 那这时候又一直拉肚子 人也越来越虚 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如果以姜汤是清肠道为主 通宿便为主 所以这时候应该姜汤不是优先考虑的 反而这时候他腹泻的时候 是应该以姜粉为主要 但反过来说 这个患者如果是便秘呢 便秘然后又肚子很脏很痛啊 甚至一些急性肠胃炎 或是肠梗阻的这些症状 吸收的 那如果他检查是这样 那当然这时候便秘 就以姜汤为主要 所以姜灌肠 还是要把患者的症状问清楚 如果是腹泻就以姜粉为主 如果是便秘就以姜汤为主 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的完 就在意这两者之间 那我们刚刚说的 他灌肠一天可以多次看情况而定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所有的这一切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好那我们姜灌肠的部分就讲到这里 那读者听众如果要知道怎么姜灌肠可以上网 看我们的影片 姜灌肠 这里都有影片教导各位怎么使用 好我们看下一段 2. 适当运动 重病患者 险象命危已现 若只用热源及按推 却无身、运动、心、情绪、观念配合 则终将失败 运动方式有拉筋、柔软操、太极拳、瑜伽、爬山、爬楼梯、腹地挺身、扶我撑等 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 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 比如咳嗽、胸闷、手麻等病症 可选择腹地挺身 腿麻、息痛、怀痛等病症 可选择爬楼梯 一步两阶 室外运动 以避免太冷或太热 一出汗 或冷者 颈及身体前后可塞毛巾 既可保暖 时候又方便取出 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 运动贵在坚持 不可一抱十寒 且需量力而为 若要加量 应通过审慎评估 确认安全无余 才能循序渐进 缓慢增加 否则 过量非但不能改善组织习惯运作 恢复健康 反而会消耗大量热能 甚至危及生命 总之 重病患者 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 放松身体 缓慢调息 随时活动 不可过累 累了就睡 但亦不宜久躺久坐 如此落实 等热能渐充 体力转佳 提伤改善 各种疾病症状自然都可自愈 好 好 这里 也强调运动 那 一开始就讲 如果重病患者 显向命违已现 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热源按推 就想解决 那是很难的 所以还要配合运动 身心啊 心就是观念情绪 如果没有配合 在我看吧 很难救救回来 所以终将失败 这就是提醒运动的跟观念的重要 好 那我们这一篇是谈运动 这里下面讲的都很详细 它有各种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自己身体 哪一部分要加强 就可以选择用 比如说像乳癌肺癌 我都会鼓励他们做伏地挺身 也就是俯卧身啊 那如果是腿的问题 那我一般会叫他们要爬了 来锻炼 所以大家可以针对 各种运动方式 选择自己最有帮助的方式来做 那运动重点在于 要持之以恒啊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也有特别提一些细节 如果身体很虚太冷或太热 都要注意 那还要懂得常保身体干爽 那运动一定要量力而为 尤其到了重病 它体力已经很差 如果做过量是有风险的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当患者有时候又急求病好 有时候都会想就是加强运动 但他体力已经很虚 又一做的过量的时候 有时候隔一天就爬不起来 甚至病情就恶化 这样的患者我也见过很多 所以如果患者一定要加量的话 那我认为应该要很仔细去评估 然后最后确认加一定要加 那也要怎么样 循序渐进 缓慢增加 不能一下子加带多量 然后以安全为主 如果过量 我刚刚讲的 很可能你热能大量消耗 甚至不但得不到健康 还会危及生命 我们看下面 那重病患者平常 最好有些已经不适合工作 那工作大部分 有些都会有压力 这对病情也不好 所以重病患者如果能够 专心的懂得怎么去运动 然后还要跟休息互相配合 然后放松心情 这样久久这样做下来 体力自然就可以恢复 很多病症也可以改善 所以在我看法 我们说不管是外内热源 是很重要 但有时候我认为运动更重要 如果再让我运动跟心情观念比较 我又认为那心情又比运动重要 当然不能说心情是最重要 那我就不运动 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都很重要 但一定要我分哪个更加重要 那当然运动比外内热源更重要 甚至比按推重要 再进一步说 那心情观念又比运动重要 为什么心情那么重要呢 因为心情跟观念 是一个主导方向 比如说他观念不轻 那他虽然也有运动 但有时候他又要吃寒凉药 甚至饮食也不忌口 那这样他身体怎么会好 我也听过最近在重病患者 他们在这个 有时候疫情期间 有些接种疫苗也有一些副作用 但如果他平常懂的话 身体已经重病热能很虚 如果他遇到了这些 疫苗接种副作用 事实上还是可以加强 运动温敷了 来把身体调养起来 所以运动在我看法非常重要 平常你重病就要这样 那重病也避免要一些寒凉的 我们来看下一段吧 3. 充分休息 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 既不可长途旅行 舟车劳顿 也不可工作繁忙 过于劳累 虽然充分休息很重要 但不宜常握 久坐而不动 此外 还要保持规律生活作息 不可熬夜 一早睡 睡到自然醒 醒后 误赖床 并杜绝房市 好 这一段 刚刚我们说运动还要配合休息 那很多重病患者 如果没有休息又熬夜 事实上对身体是很不利的 那我也有看过很多重病患者 就是 他以为自己好了 就开始长途旅行 结果一出去 没有多久 他情况就急速恶化 这样患者我也看过 甚至就真的很快病情恶化 就救不回来 所以 记得 充分休息 一定要保持 不能熬夜 那如果身体刚恢复 也不宜做长途旅行 那最后还有提醒 甚至 要杜绝方式 这些 都蛮重要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项 第四项 四 良好心态 重病患者容易情绪低落 对疾病会有恐惧 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心情在如此紧绷下 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反而更伤身体 要内心保持平静 需要深信因果 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 所以 只要因改善了 果就会消失 明了此理 就不惜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 对疾病担心 害怕的念头 即使遇到各种恶疾 仍要坚信 唯有从因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若适于愿违 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 症状恶化 且体力衰退 则已冷静反思 只是外内热源的使用 无法直达体伤位置 按推运动做不到位 还是观念不清 情绪起伏太大 太过劳累 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亦或 此以超过人体 自我疗愈的范畴 以立即时 厘清真相 做出正确判断 且修重偏差 否则 贪快 而用含量性药匙或手术 一不小心 就会严重透支热能 而危及生命 总之 重病患者 应澄清思虑 反观自省 偿怀喜悦 感恩 包容的心 避免情绪大幅波动 绝不可胡思乱想 自成心结 若有负面情绪 家人 亦随时观察 开导 鼓励 若病情好转 行有余力 能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 则更好 最后 其注意的是 重病患者 虽不许太在意病情 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 而掉以轻心 重病患者康复后 体质较常人脆弱 顾饮时起居 不可骤然恢复常态 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 进行保健 又应避免 燃粮 与劳累 且要特别加强运动 放松心情 从根本上 增强体质 杜绝复发 这是最后的良好心态 这里 其实讲的都很清楚了 也不需要特别解释 尤其到中间 有些患者 他也用了原始点 但病情却不断恶化 这在我们诊断与治疗 这一篇也有提到 第一个 你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 到底有没有真正把原始点的法落实 如果没有 那你到底哪一项没有落实 比如在中间我们就有讲 我到底是按推不到位内 外内热源 没有直达体伤位置 还是太过劳累 这些只要仔细反省 然后再去改进 一般就可以改善回来 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虽然已经都有落实了 但情况还是恶化 这种情形有两种 可分为两种 比如说我们重病外热源 前面就有讲过 比如遇到肿瘤肌瘤硬结肿患 这一类 有时候在按推的过程中 它会流出血液或组织液 那这个情况看似恶化 事实上 它是一个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那类似这样大家就不用担心 这个确定还要继续用原始点 那病情终将好转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这些病人重因不能解症 也就是他是无法重因致疫的男子之病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致疫力 无法自我修复 已经超过了这个能力了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重果解症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要考虑 那如果重果解症能够处理 当然我们就介绍到西医那里处理 那如果不行 还是你还是要 就是还是要静下心来 再自己再努力看看 好那这一部分诊断与治疗 都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稍微再点一下 这里可以再看看前面的 那后面的这些讲法 都写得很清楚 简单的讲 重病处理是一篇很重要的 尤其遇到重病都生死交官 那每一项如何落实 患者一定要反复看 然后能够把它做到位 那我相信很多疑难杂症 甚至很危急的病 都可以化险为夷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好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再见 我离开了 好再见 好张医师再见 拜拜 好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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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